北京时间1月12日 CBA常规赛的21轮当中 青岛南篮100比119不敌新疆南篮 遭遇到对手双杀的尴尬 此一过后跌到积分岛14分的位置 也是同步被新疆南篮反超13名 涉及到这一只青岛南篮 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首先是亚当斯离队之后 替代者威尔斯并不是具备爆炸得分能力的小外援 反而是更像普通外援的局势下 身体严重发福的约翰逊 想要撑起球队的战术体系框架 难度是非常之外 而本土球员方面 从李源宇到赵太龙 张承宇这一批高薪球员 持续性的拉胯已经是成为公开的秘密 就算是续约的王庆明 也是很难打出上个赛季的状态 最为明显明显就是防守问题 就算是进攻效率备受质疑的新疆南篮 也能轰出119分 可见吴庆龙的轮换阵容 并没有太多的内线轮换球员 很多球迷看到李源宇加盟倾倒南篮之后 替代刘传星的主力中锋位置 场均8.4分6.5篮板的数据 或许勉强达到预期效果 但防守端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李源宇的脚步实在太慢了 自身顶防都存在问题 更加不用说协防的角色 而张承宇和林维汉后场防守 更是联盟倒数级别的单防能力 可见刘传星2米25的身高 离开球队之后 对手非常轻松冲击青岛的防线 对于休赛期拒绝刘传星的缩减年限计划 站在68万年薪的层面 不得不说 青岛的如意算盘备受质疑 数百万美金的约翰逊 顶心引进的李源宇 以及高薪续约的王庆明等 一系列的操作下 反而是锦咬流传星的 数十万年薪不让步 内线的防守达到万人筒的地步 此一的摩尔特里 出战37分钟 25中16 轰出41分11篮板 五助攻的数据 不夸张的说 完全打爆约翰逊的防守 他发福的身体 根本无法支撑 他在防守端做出更多的贡献 吴庆龙没有太多的办法 一度派出邵英伦防守 但很明显 也不过炮灰的作用 防守端根本无法阻挡 摩尔特里的强队和中距离杀伤 当然 刘传星远赴澳大利亚 尽管获得百万年薪 但站在无球可打低层面 也是没有达到预期 拼慢的脚步 很难跟上澳大利亚的速度和反击 对此 青岛南篮从八强的球队 跌到积分榜14 刘传星也是很难做出贡献 新赛季没有赢家